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早晨 今次是8月28日星期一 欢迎收看开市追障一姑 今次由台风东方资产管地基金经理朱浅文 和谭海运配来一起开市 好 朱sir 今早大事有什么提点? 我们就是说到期指结算 第一要留意期指结算 可不可以浪高一些营收 即是尽量脱离17500点的位置 另外业绩也有少少 包括了部分的科技股 和部分的内银股 都继续会公布业绩 还有就是说到8月最尾和9月初 都会有一些无论是内房 或者是汽车 以至PMI等数据 是会公布的 在这几天来说 大家都可以留意 这些数据会不会影响到 往后的港股走势 对了 周末期间 内地推了三招去救市 一会儿会和朱sir详细谈 对港股和内地股市的提振作用有多大 另外一个焦点 恒大今天是会复牌的 我们会和大家即时跟进 开始之后的表现是如何 以及如果持股的投资者 可以如何部署 朱sir都会和我们详细分析 观众朋友 如果你都有投资方面有问题 欢迎你WhatsApp给我们 电话是96133819 或者下载香港经济部HKATF 在聊天室里面 讲下你的称呼和留言 稍后会回答大家问题 现在先看看上日外围的情况 美股又向上 纳指升近百分之一 联储局主席鲍威尔 在Jackson Ho全球央行年会上演讲 提到联储局将会继续视乎数据 去决定是否加息 言论中性被视为无惊无险 比股高开 鲍威尔发现后 三大指数一度要倒跌 其后回升 道指收市升了247点 报343446点 升幅0.7% 标指升29点 收市报4405点 升0.6% 纳指升126点 报13590点 升幅接近百分之一 纳指金融中国指数 回吐百分之0.03% 欧洲股市未升 三大股市代价 看看焦点美股 Tesla升超过百分之三 苹果和Amazon都升超过百分之一 Meta要向下 NVIDIA业绩后回吐百分之二 收报460.18利益 以月拓政圈形式在美国买卖的科网股ADR相比本港上日收市是个别发展的 阿里巴巴比本港上日收市略高 折合88.07元 美团港股跌百分之五后 ADR靠稳 折合132.52元 汇控比本港收市略高 折合58.25元 比亚迪比本港收市高1% 折合226元 看看亚太区股市的情况 日经平均指数 现在早段升幅1% 升至286点 最新报31,911点 首义综合指数向上升15点 2534点 西米普通股指数升18点 7351点 新西兰50成份股指数 最新升18点 11,485点 看看新加坡交易的港股黑期 受到内地救市消息的刺激 黑期现在升至300多点左右 港股达到18,300点左右 稍后队员本会和大家跟进 以及今天高开后 后市会怎样走呢? 朱sir也会和我们详细谈 之前我们谈谈外卫的情况 联储局主席鲁威尔 上星期五在Jackson Howe 会议 概要大概是这样说的 会维持限制性的货币政策 直到要确讯通胀朝着当局目标水平 持续放缓 如果有需要 是会随时准备加息 另外局方在未来几次的会议 会谈慎审议 是否需要再度调升的利率 大家就解读了 暗示9月是可能会暂缓加息 对于通胀 他就说到通胀已经由高峰回落 向理想的方向进发 但仍然是太高的 尽管近期的数据令人鼓舞 物价回落的过渡期将会颇为漫长 利率期货市场就显示 预期9月份的议息会议 高达八成的机率 是估计仍然不加息 但到11月的预期 预期加息的机率 最新是48.4% 比上天的46.7% 就升了1% 而且机率持续上升 一个星期之前只有33% 全星期计算 纳指和标指都是向上 单计上星期五 美汇指数就进一步上升到104水平 10年期债息 升到4.200厘附近 朱sir 你听完巴威尔在Jackson Hole会议的言论之后 你怎样评估今年的年底的加息步伐 以及现在大家开始猜 明年何时会减息 你又怎样评估 那个减息是何时开始启动 其实我们就是说 联储局除了真的巴威尔 以自己的本尊亲自去发声之外 首先要评估给大家听 其实在方家市场 亦有很多比较知名的记者 或者财金人士 可以扮演一个所谓联储局全星统 我们叫做 他们的说话 就不是像一般人随便胡说 而是被定义做 你也是有点代表联储局 虽然你说的话 未必百分百就是爆肅的意思 但虽不众而不愿意 这些我们叫做联储局的全星统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近日在爆肅说话之前 有一个全星统 我觉得他说得挺好的 他简单来说 他的分析就是说 现在联储局是有三条道路可以走 理论上不会有第四条道路 要么你就是继续去加息 然后容忍利率 尽快将所谓通商目标 降到2% 尽快不断加 然后硬将它打到2% 要么就是用多一点的时间 起码用三年的时间 因为如果你现在停止加息的话 其实你可能对于通胀 没那么快可以压下去的 可能中间甚至是减减下息 那时候突然间又加息 所以第二条路就是 用三年时间去解决事情 中间可能会有反复的 如果他采取第二条路线的话 代表今次的加息就会终结了 第三条路做了一条道路的 就是将通胀的预期的目标 由之前顺势旦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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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旦 所以我估认为它不敢承认 但是如果它抬高的中性率率是30%的话 也代表这次加息的周期是结束 其實細心思考,這個全星統所說的話 也不無道理的 因為你細心去思考的情況 它真的只有這三種情況 我個人覺得其實會比較傾向是哪一種呢? 我仍然是傾向它是第一種 希望儘快地把通脹壓低到2% 即使是進一步的加息 息率會加到很接近6厘 當然要提醒,很接近6厘的話 對市果煞辣的情緒或者破壞 是真心來說有的 破壞性我們可以再著墨多一點 但要先說出對那一刻的破壞是真的有的 為什麼我會偏向在這三個線路上 其實鮑威爾始終會選擇第一種呢? 因為我們就是說通脹這件事 其實我們看到近來包括了最重要是核心通脹 其實你看到的降幅是很慢的 無論是同比還是橫比 都是降得相對慢的 如果是這個所謂核心的通脹 如果是不可以徹底 還是進一步拉大幅度去壓下去的話 其實那個通脹始終來說 都不是完全去解決的 所以大家不要太著眼 經常都說 你現在聯邦利率都接近5厘多 你為什麼這個普通通脹 即正常的通脹率是3點多 你都倒掛得這麼嚴重 你放生我們 你為什麼還要浪這麼久 其實大家的專注點 是應該要放進去 就是我們頑固不堪的所謂核心通脹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你這麼喜歡說普通通脹 即是普通通脹 即是加上食品及能源 即是加上去 大家有沒有發覺能源 在前段時間 是幫助我們降低的基數 是很有幫助的 其實最近這兩個月 特別是夏季 不知道是否因為出行太過旺盛 所以你看到其實很多原材料 或者特別是油價 近來都慢慢地降高上來 最新的數據都看到 能源的價格是有些 即是死灰木炎 是有一點拉高上來的 即將 變成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你現在計算 無論是普通的CPI 或者是一個核心的CPI 其實也是有一個 開始在地板裡面壓彈高 壓得太深 是開始不太好 再進一步壓倒的感覺 變成在這樣的情況 當然白威爾也不是說 因此就斷定 我現在要馬上加息去打殘 其實白威爾的鷹派的味道 也遠遠是沒有80年代 即是當時加到20多厘 伏爾加爾 然後是否也是這樣加 那個態度就沒有那麼恐怖 但是其實也見得出 肯定來說 不屬於鴿派來的 所以說了這麼多事情 我仍然都會覺得 可能9月不加息的機會率是真的大的 但是在11月和12月之間 我自己預測 是會加多傳說中最後一次息的 然後它再加多那一刻 如果通脹沒有什麼特別反彈的 甚至是有所一定的回落 那它就暫時算數了 但是算數的定義 不是馬上減息的 算數的定義 就是浪了息率 就是相對高位 然後是減少一段時間 所以剛才 也問了究竟是什麼時候 是正式有契機去減息呢 其實市場之前 相對比較樂觀 你覺得是夏天的第一個季度 我自己就會悲觀一點 因為美國經濟內太強悍了 還有很多東西都是未知之數 變成了我覺得 除非它加到五里七半或以上 但是它突然間是市場崩塌 頂不算是有一些金融的危機 就是好像三月的危機再出現 就逼它突然去減息 否則如果是自然地度過 去進入減息周期的話 有機會要去到夏年的 甚至是第二季度 就是去到夏年的五至六月才減息 也不奇怪 所以如果聽到這一句 我們香港人 特別是供樓的朋友 暫時就還有一段日子 要多捱一些 好 我們來看看上日港股的走勢 我們來看看上日港股的走勢